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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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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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认为这个问题可能是中央性的问题 应该第一就是交给有关的专业部门 例如环境保护署 劳工署 他们有一些职业疾病的专家 先研究过 然后再进一步讨论 这些这么骯髒的水 全部流入吐露港 使到这个海湾受到严重的污染 保护自然环境的专家和生态学家 过去曾经对这一区的污染情况 进行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 发现这里的污染程度已经相当严重 他们提出警告说 如果政府还不采取适当的管制措施 任由这种情况继续恶化下去 将来这里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死海 保证施署属下的环境保护署 对于吐露港进行过多年的监察工作 认为这里的污染成因 主要是来自农业的污染 造成吐露港污染主要原因 就是一些农业的废物 一些生畜和家禽的排泄物 很没有节制地排入河道里面 然后河流流入吐露港 结果造成污染 从这张分布图 就可以看到吐露港沿岸 养鸡和养猪的农场 主要是集中在沙田区和大埔区 就使得大埔和沙田河道口 附近受到严重的污染 至于工业造成的污染 这里和荃湾观塘比较 情况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从这里沙田火炭工业区 附近河道的污染 就可以看到 吐露港的海水 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吐露港沿岸最近几年来 进行新市镇的发展工程 沿海地区大规模填海 对于吐露港的海水 也都会造成污染 虽然填海工程 只是属于新市镇发展的过渡时期 但是对于海水的质量 肯定是会有一定的污染 政府在很多年之前 已经关注到这些问题 并且对这一区的海水 进行长时期的监察工作 收集有关的水质资料 准备将吐露港 列为全港第一个的水质管制区 有关的报告书 已经呈交给环境议询委员会 讨论的要点 主要是有关管制区的范围 和管制区里面海水的质量标准 委员会已经初步通过了管制区的范围 包括了赤门海峡和吐露港 以及沿岸地区和河道 至于水质标准的离定 就引起很大的争论 现时尿港 我们还未曾可以将这么大的区域 详细地去分割到 究竟不同的地方的水质标准到哪里 但是很明显 工业废水是需要事先经过处理 然后才可以输入去政府兴建的污水处理厂 我们也发现到在标准的离定方面 是有很大的争论 自然在厂家方面 不希望有任何形式 或者说比较严格的管制 但是以现时的吐露港的情况来说 似乎是需要一个比较严谨的标准 在八乡一带的大大小小农场 总共有一百八十几间 致养猪籍的数目超过一万二千多头 鸡籍和鸭籍也接近十七万只 每日排出的猪鸡糞便数量 起码是超过十一二公吨的 以全年计算来说 是超过四千公吨的糞便 照以往农户的习惯 这些猪鸡糞全部都是会用水 冲下去附近的錦田河 这麽龐大数量的糞便 对于河流造成的污染程度 大家可想而知是多么厉害 远时渔农处在八乡推行的 收集猪鸡糞的试验计划 主要是希望农户不要再将猪鸡糞便 冲到附近的河流里面 鱼龙署将一些交筒 派发给区内的农场 要求各个农友合作 在清理猪鸡糞的时候 首先是将糞便铲起 储存在这些交筒里面 鱼龙署在八乡这区 利用空置的官地 设置了糞便的收集站 每一日会派专人亲自去到各个农场 收集载满了猪鸡糞的交筒 用车运送到各区的糞便收集站 将交筒里面的糞便 倒入去大铁桶 然后由货车运走 这个试验计划 自从今年1月2日开始 农户的反应是相当良好的 到目前为止 在八乡这区里面 180多个农户当中 已经有超过八成以上的农友 参加了这一项收集糞便的计划 由于收集猪鸡糞 各个农友肯定都要做多一轮功夫 但对于环境的保护 亦都肯定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功夫多些 多功夫些都是有点不方便 到时候一冲就快脆些 这下就多些功夫 也不会太不方便 以前功夫就多很多 你觉得这样做法有没有好处 这样做法对人身体肯定是好好的 那就是地方的农长也好好的 至于最后农户用清水清洗猪篮 和鸡篮所流出来的糞便液体 鱼类署也会协助农户进行淨化的工作 鱼类署视乎各个农场的环境 为他们设计了不同的清理方法 至于鱼类署收集到的猪鸡糞 暂时是会运送去上水的淨虎农场 就可以用来做肥田料 不过由于堆放的地方 只是属于临时的性质 现在上水农场和大龙农场的地方 已经不够用 对于处理源源不绝混离的猪鸡糞 已经出现了困难 鱼类署目前正在和有关的布门盒箱 背地作为堆放糞便的用途 依照计划 将来新的场地设备是会更加完善 并且能够更有效和更快地处理 猪鸡和鸡鸡家禽的糞便